中海的知名网红,周杨青受邀参加了某潮流综艺,这也是他参加的第一档真人秀节目,以往的周杨青热衷于披图美颜,这次他终于离开了十几美颜,出现在大众眼中,在一播出的节目里,周杨青自然不做作,大方不拘谨的姿态吸粉无数,不仅如此,他在节目中展现出的专业素养也很棒,从确定主题到选品上新,都表现出非常独到的眼光,店铺市营业的反响也非常好,在网上更是引起一波潮流热议, 再接着就是周杨青一大早,素颜出镜为大家做早餐,虽然看着动作娴熟,出锅的菜却是一般般,只能说是尽力了,不过做饭时镜头里的周杨青,也着实让观众吃惊了一把,这镜头的角度比较对脸,可以看出他确实是没有化妆,但是皮肤相当的嫩,可以说平时保养非常到位了,没想到平日里依赖十几美颜的网红,在离开美颜特效之后,颜值依然不输,周杨青的脸蛋白皙嫩嫩无瑕疵, 就算旁边是小时来岁的范澄澄,也看不出年龄差,带装的周杨青时尚且成熟,非常有气场,素颜穿睡衣的周杨青仿佛变了一个人,更像邻家小妹,给人一种甜美清纯的感觉,周围的气场也变得温柔,这看起来完全就是二十出头的小女生,谁能想的